那段给大家读了这个冯雅春的啊 半步桥女奸闸记啊 半步桥44号北京宣武区 过去有个女子监狱啊 现在迁到大兴安定镇那边去了啊 读了一段就读了一段 后来被很多的资讯要读的 要跟大家分享的要聊的太多了 一直没读啊 这个得给大家读一会了啊 在哪儿呢 在这儿 这儿啊 从这儿开始读啊 七尺的床板 宽啊 七尺宽 睡五个人 一个人1.4尺 一尺是33厘米 乘以1.4 46.2厘米 差不多一个人就是45厘米的样子啊 睡五个人挤得很 张中医 张中医是个精神病患者啊 总是一边幻想一边胡说八道啊 张中医 中夜就整个这一夜 颤抖 浑身散发出腥臭味 本来监狱的卫生条件就不好啊 他有精神病 有时 他的裤带 裤腰带啊 掉到便筒里 又带到 又带上床来 尿水 尿啊 滴在我的被褥上 湿一大片 躲也躲不开 说实话 真的挺恶心的 没蹲过监狱的人 可能很难想象啊 张中医 习惯夜里 长时间坐筒 坐在马桶上 大小便啊 便筒 据我和御峰的头部 据脑袋瓜吧 仅有一尺远 33厘米啊 而床板 只有六寸高 六寸 六寸 六寸就 19.8厘米 20厘米吧 他居高临下 那马桶 马桶比人躺的 那床板还要高 如果用手铐 砸我们的脑袋 我们就没命了 我曾要求掉头睡 头冲着另一侧啊 但看守不准许 就不让你掉头 就让你闻那个 大小便的味道 恶心你 羞辱你 一到晚上 我就担心第二天 自己是否还能活着 然而 在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的日子里 他所谓说的是 受辱 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的想干什么 干什么 失去自由 他就认为生命不属于自己 每天晚上 不得不照样躺下去 几个月后 丁方 老白 相继掉走 那七尺的床铺 走了两个育友啊 原来是五个人 丁方和老白 调走了 睡三个人 显得宽松多了 也叫松快啊 北京话叫松快多了 我和玉峰挤到一头 与张忠一 拉开了一点点的距离 他从不与我们说话 说也奇怪 有一天 我和玉峰聊起过去北京的东方 东安市场 过去叫东方市场啊 原来叫东安市场 想起一进门 有卖糖葫芦的 还有一种豆类食品 叫什么豆来着 有一种叫鱼皮花生 大家有印象吗 北京吃的鱼皮花生啊 这上的梅书啊 是我想起来的啊 谁也想不起来了 张忠一却抢着说 是笋豆 煮笋的笋 我和玉峰大吃一惊 原来他的思维如此敏捷 他也有点小小的艺术天才 用窝头捏成人形 捏成人头 窝头捏成人头 然后用手指 撕成衣服 摆成一排 自我开心 自己都自个乐啊 精神病 别小看精神病 很多精神病 在某一方面 比如艺术啊 等等的 他们很有天赋的 人头中 有林彪 有蒋介石 还很像呢 一天 我们正在欣赏 忽然看守 拉开铁门直冲我来 骂我捣乱 我心里明白 看守正想找茬 给我带铐子呢 当他弄清是张忠一的杰作时 只好无可奈何而去 这疯子 真有股挺劲 有股挺劲啊 靠子戴久了 双手的手腕肿的 已发黑子 出血 化浓 皮肉与靠子 粘在一起 粘在一起 他仍一声不响 看守问 疼吗 回答 不疼 御风 常常给他洗脸 洗头发 梳头发 夏天 还给他擦身子 饭菜 都多分给他吃 他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但也有一条好处 不告密 别看他是神经病 不是神经病的 反而到互相告密 互相揭发 我和御风便可以闲聊 因此只要避开看守 我们俩就可以闲聊 不用担心他告密 不用担心 不叫隔窗 隔窗有耳 是吧 就是隔着十厘米的 犯人的 非常不人道的那个床铺 九大以后 1969年啊 中共九大 是吧 还有那历史画面哈 林彪同志的报告 大家同意不同意啊 同意毛主席万岁 是吧 九大以后啊 到林彪摔死之前 也就两年吧 是监狱最严酷的时期 那会非常的左 非常的疯狂 看守们凶狠极了 刁难和找茬骂人 说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比资产阶级专政厉害 一点自由 也不能给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 反革命 就是臭老酒啊 我们的身体被关押 而失去了自由 思想却是关不住的 这是他们的尊贵尊严啊 他总是从铁窗里飞出去 寻找人间的温暖 铁窗三尺观天色 签字六板寄人间 是玉丰当时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 铁窗三尺观天色 签字六板寄人间呀 牢房里的铁窗有三尺宽 二尺多高 窗户全抹上白漆 不准往外看 经过风吹雨打 白漆有脱落处 隐约能看见外边的柳树 发芽和凋零 麻雀和啄木鸟 以及天气的阴晴雨雪 啄木鸟我见过 就我们家那青年湖公园 邦邦邦就跟着多 多那个树里边的虫子 声音挺大的 啄木鸟漂亮 啄木鸟就是除害的 千字六板 是指人民日报 我们每天一字不落的读完 从中感到自己 在阶级斗争的特殊角落里 还活着 狱中分 大小灶两种火石 住单人牢房的吃小灶 每日三餐 住大号牢房的吃大灶 每日两餐 我们都是吃大灶 玉米面的窝窝头 馅两个 一顿啊 是一顿吗 我不确定啊 馅两个 白菜或萝卜一碗 应该是一顿啊 早餐上午九点 晚餐下午四点 中间相隔八个小时 他这说的不对啊 上午九点 晚上下午四点 九十六七个小时 他说相隔八个小时 冬天 饱尝挨饿受冻的滋味 冬天冷啊 热量消耗的快 饿的也快啊 为了活命 早餐时啊 偷偷留下一块窝头 和一杯水 塞在被子里 中午 偷偷吃上几口 冲鸡 每周 改善一两次生活 馒头或米饭 菜里边有点肉末 就是这样 还不时受到刁难 御丰哀骂最多了 他的假牙被前个牢房的难友倒在马桶里扔掉了 他没有上牙 吃饭很困难 他并不娇气大口大口的吃 但毕竟吃的慢一点 看守 常来找茬 历生挖苦道 你还想使用刀叉吗 你还想过资产阶级生活吗 告诉你 这是监狱 在这里 就得脱胎换骨的改造 那会儿的看守真是狠啊 就觉得这些人就是阶级敌人 就是阶级敌人 就是阶级敌人